诶 醒醒 醒醒 这个鞋儿出来了 对不对呀 那是秘诀是 早上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 我在早上保持好状态的两个步骤 一个分吧 早上不知再跳 以后是减脚的腰 走 然后推动结束了 刚刚洗了个脸 有没有觉得脸稀有肿了很多 接下来 让你脸更加美美的 神气来了 登登 I'm Miro 我发音正确吗 我相信你看到我的很多朋友都在用 我喜欢它真的很简单的 就红色开关 嘚就开了 早上呢你可以选择 紧致提拉 就是蓝色的 晚上是红色的 但是我因为是早上只要五分钟的时间 所以我选择紧致提拉 然后这个档位呢 一共有五档 在看得到吗 如果你是第一次的话 选一档 我喜欢那个稍微有一点感觉的 所以我选三档吧 那么好吧 第一步 头上I'm Miro的凝胶 你以为我天生丽质啊 毕竟你二十岁了 毕竟你二十岁了 还是需要一些神气的好吗 在握笔一样 从下巴这里 拉到耳朵后面 把下颌线给我削出来 如果你经常用的话 整个脸就觉得是非常有形了 第二步呢 就是从嘴角这里 开始一直拉到耳朵边 然后你拉到嘴角的时候 有一种呼呼呼呼呼的感觉 就是电流的声音 那天我去查了 这个是什么原理呢 深层深屏 说打出来的那个能量很深呢 就可以激活那个胶原蛋白 喂 我们有 他在睡觉而已 哎 醒醒醒 其实做这个的过程也是很开心的 好像你在说变美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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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有一个好的心情也很重要啊 第三步 就是鼻子拉到眼尾 可能你们听不到 那个呲呲呲的声音 然后拉到眼尾的时候 我觉得 你看它倒头是三角形平滑头 不会让你漏掉小部位 哪怕是这个鼻翼旁边的这个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呢 因为它很简单 因为我对电子产品吧 就是太麻烦了 我就有点搞不懂 带上这个随时 你觉得 哎 今天有点肿 我五分钟要出门 你就用这个 希望大家都保持好的状态 其实是不是紧致很多了 感觉 然后这个下额线也出来了 因为它有水肿的话 它这里就排掉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提拉了 然后这边就还需要 再进一步的那个加强 你看 是不是 这边整个感觉的 那个角度出来了 这个鞋儿出来了 对不对呀 你就是一个 很美丽的一个感觉 哇 你们看到我的招换耳 我怎么现在看 还有人要专门做这个招换耳的 以前我的 终于哲 终于哲 现在我觉得 OK呀 而以前我觉得 我脸上有点那个 不垮 然后说 但是我不眼 OK了 全都跟上流行了 好 我现在要把这边 也一起放上 这个三个步骤 结束就整个大功告成了 然后你整个脸做完以后 你不会感觉到很刺动 就是觉得温温热热的 不痛感 来吧来吧 跟这边一样吧 出来吧出来吧 不哪怕每天去送孩子 我都要美美的 因为我的女儿 就是都觉得我很好看 特别我的小姑呀 她每次在那个街上 只要看到有美女的图片 那叫妈妈 然后我就说 我要好好打扮打扮 因为在我女儿的心里面 美女就是妈妈 妈妈美不美 那个在女儿的眼睛里面 都是最美的 对不对 但是还是要美 运动 加上小神器 就是我的早上 叮神焕发的秘密 你学会吧 OK 化了点口红皮涕器 准备出门啦 在家带孩子 最好的状态 出去工作 最好的状态 这就是我太阳女神